戴著帽子拿著鋤頭搬動姜田 他就是姜榮李士安 三年前導演戴立仁有一面之言 前幾天戴立仁到台東遊玩 順道拜訪 卻發現他看著姜田一籌莫展 好心情問 他說這個生薑不是現在都應該會挖 我說挖裡面 你現在找人家來挖你要賣給誰啊 看看最近的姜家價格 前兩年一台金25塊 供不應求 現在產地加一台金只剩下6塊錢 產地收購家已經接近姜榮的成本 造成姜嚴重代銷的原因 除了有部分國外進口外 最大的因素是供過於求 對立人得知後上臉書 希望網友能夠幫幫姜榮 文上一出網友熱烈響應 讓李士安訂單接到手軟 是很感謝很多很有溫暖 很有愛心的台灣人 昨天有差不多賣了四五十箱吧 四五箱成本扣一扣三四萬塊錢 還有吧 我還不是最慘 多嚴重 我還不是最慘 最慘 他就虧四五百萬了 他的手中漂亮的生薑 李士安心懷感激 仔細採收生薑 感謝民眾送給他的溫暖 特別感謝導演代立人 因為當時的問路之言 卻帶給他這麼大的幫忙 東台新聞陳吉恩台東報導 我們在今天的謾